各国对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国葬的回复在15号截止 预计国葬当天会有超过100位国家元首齐聚伦敦向女王致敬 如果计入眷属跟其他官员等等 外国宾客总数可能达到大约500人 尽管英国政府一再强调不会利用女王国葬的行程来进行国际政治工作 但泰晤士报消息指出 因向特拉斯政计划在国葬前后与美国总统拜登等等 少数几位特别重要的盟友低调举行双边会谈 新国王查尔斯三世会在国葬前一天 接近各国元首跟官方代表 据传英国并未邀请俄罗斯与白俄参加葬礼 克里姆林宫也表示总统普丁没有计划出席 不过俄罗斯未获邀让俄国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瓦在15号形容 英国是利用这场牵动全球人心的国家悲剧算计地缘政治的目的 非常不道德甚至是对女王的亵渎 在俄罗斯与白俄之外 人权记录恶劣的缅甸也没有收到英国邀请 部分遭到中国制裁的英国议员也因为人权问题 抗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现在邀请名单当中 英国下议院在去年4月认定北京当局 对维吾尔等少数民族进行种族灭绝 首相特拉斯也曾做出相同表态 尽管如此英国政府是否会为此付诸具体反制行动 还有待观察 环宇新闻 刘倩文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